大家好,我是Elsa 大家好,我是Elsa 今天的看动漫学日本影片呢 选用的是 大家最近呼声特别高的 Doraemon 那我们还是先观看一遍完整的影片之后呢 再讲解当中 地道的日文表达和文法单词 那我们开始吧 哎呀,真头疼 在日文当中呢,有几种不同的意思 第一种呢,表示 在输了的时候使用 表示认输投降 相当于,是我输了 那第二种呢,他还有 困る時,烦恼的时候使用 表示没办法 相当于,真是服了 真让人头疼 比如 我把钱包丢了 真是服了 Tadaima,我回来了 Tadaima,在日文当中呢 一般用在 外出的人呢 在回到家之后 讲Tadaima 那这句话呢 是日文当中 比较一个特殊的表现 那相当于中文中的 我回来了 那一般在家的人呢 就会讲 Okaerina saai 或者 Okaeri 相当于中文的 你回来了 Tada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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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要去打 Golf Golf 就是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Golf Golf Golf球的意思 那这里呢,又出现了 注词Ni 上一个影片当中呢 我们有介绍过 表示动作归着点 这个意思的Ni 对不对? 那在这一句话当中呢 Ni表示的是 行为目的 那表示行为目的的Ni呢 它的表现形式 在日文中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动作性名词 加上Ni 再加上动词 那什么叫做动作性名词呢? 比如 勉強 这是一个名词对不对? 那 加上する 勉強する 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词 那这种名词呢 就叫做所谓的 动作性名词 比如 買物に行きます 我要去购物 那買物 这是一个动作性名词 对不对? 加上Ni 再加上动词 行きます 那表示行为目的的Ni 第二种表现形式呢 是 动词的连用型 加上Ni 再加上移动动词 比如 シャツを買に行きます 我要去买衬衣 カイ 是动词カオ的联用型 对不对? 加上Ni 再加上移动动词 行きます 那表示行为目的Ni 的第三种表现形式呢 是 动词的基本型 加上No 加上Ni 再加动词 比如 鉛筆 鉴筆は 字を書くのに使います 鉴筆 是用来写字的 書く 是动词的基本性 对不对? 加上No 再加上Ni 再加上 使います 这个动词 那在大型爸爸讲的这句话当中呢 它的表现形式是 動作性名词 加上Ni 再加上 動词 对不对? 但是背着这么重的高尔夫球带去一定很累人 重たい 就表示重的的意思 那大家要问了为什么这里不用重い呢? 重い也表示重的的意思呀 在日文当中 重たい和重い有什么区别呢? 重い 它并不强调重量 也不会对此重量感到痛苦不安 但是重たい呢 它特别强调重量 而且 对此重量呢 会感到痛苦和不安 那这句话中 大熊爸爸讲 重たいゴルフバッグを担いでいくのが大変なんだ 一定很累人 所以它感到痛苦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呢 用重たい ゴルフバッグ 也是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ゴルフバッグ 高尔夫球带 那这里的O呢 也是在大笔小心第四弹影片当中 我们讲过的O的用法 表示的是 它动词作用对象 对不对? ゴルフバッグを担う 背着高尔夫球带 担う 就是背着什么什么的意思 ていく ていく 这个文法呢 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呢 我们也有介绍到过 那我们知道它有两种意思 在这句话当中呢 它表示的是 距离有近而远 那接下来出现一个の 那这边的の 是什么用法呢? 那这里的の呢 它表示的是 将动作名词化 它的表现形式呢 也比较简单 就是动词加上の 比如 日本語勉強するのは楽しいです 学习日语很快乐 勉強する 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后面加上の 就把勉強する这个动词呢 名词化 之后才能加わ 对不对? 那在大熊爸爸讲的这句话当中呢 かついていく 是一个动词 那动词后面呢 不能直接加が 所以呢 动词后面加上の 将它名词化了之后呢 再加が 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かね?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なんとかなる 表示总会有办法的 那这边呢 它变形变成了 否定式再加上 疑问字 か?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かね? 明日ゴルフに行くんだけど この重たいゴルフバッグを 担いで行くのが大変なんだ 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かね? ん? な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え? あつみ抜きトリバリ な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也不是没有办法 那刚刚大熊爸爸讲 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かね?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那ドラえもん回答 な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也不是没有办法 厚み抜きトリバリ 抽出厚度真 厚み 我们知道形容词 厚い是表示厚度的意思 对不对? 那厚み 就相当于是 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表示厚度的意思 抜き取り 抜き取る 是动词 那抜き取り呢 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表示抽出 抽取的意思 ハリ 就是真的意思 那这边呢 它跟前面的词 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新的词 所以 ハリ 变成 バリ 厚み抜き取り針 厚み抜き取り針 鳴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厚み抜き取り針 厚み抜き取り針 はあ t 凡 ペシャンコに鳴った あとはくるくるとまき ポケットにも入れられる 軽い紙みたい すごいペシャンコになった 好厉害 高尔夫球大变扁了 ペシャンコ就表示扁的 扁平的的意思 接下来一圈一圈的卷起来 就是一个副词的表示 一圈一圈的 一变一变的 什么什么 8呢 在日语当中表示假定 它表示如果A的条件成立呢 就会发生B 可以翻译成 如果怎么怎么样 就会怎么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话 就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的接续 动词呢 直接用假定型 8型就可以了 一结尾的形容词呢 要去掉 一加 ければ 形容动词呢 直接加 ならば 名词呢 也是加 ならば 我们看一个例句 このボタンを押せば 冷たい水が出ます 那动词原型是 押す对不对 变成押せば 它的假定型 部屋が厚ければ 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よ 房间如果热的话 可以打开窗户哦 那形容词的原型是 暑い 变成 暑ければ 去掉衣 加 ければ 那在ドラえもん 讲的这句话 あとは くるくるくるっと まけば 那动词原型是 まく 对不对 变成它的假定型 まけば 卷起来 那卷起来的话呢 ポケットにも 入れられる 就能放进口袋里了 ポケット 也是来自英文的外来语 ポケット 对不对 口袋 那这里的に呢 也表示的是 上一个影片当中介绍过的 动作归络点 入れられる 入れる 它本身是 把什么东西 放进什么什么里面 入れられる 是入れる的 可能行 就能放进了 軽い 紙みたい 好清像质一样 什么什么みたい 就表示 像什么什么一样 すごい ぺしゃんこになった あとは くるくるっと まけば ポケットにも 入れられる 軽い紙みたい そんな どうしてくれるんだよ バッ バッグの中身は 大丈夫 ちゃんとまたに戻る ガタン そんな どうしてくれるんだよ 天哪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どうしてくれるんだよ 这个呢 表示在说坏人 很不高兴的时候 比如 他很重要的东西呢 被别人弄坏了 他表示一种不满 どうしてくれるんだよ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大丈夫 ちゃんと元に戻るから 没事的 可以完美还原的 大丈夫 就表示 没事的 没关系的 ちゃんと 就表示 好好的 意思不苟的 整齐的 的意思 元に戻る 那这里的に呢 又是一个 动作规逐点的用法了 元と 就表示 原本的地方 最开始的地方 元とる 就是返回的意思 那么 元に戻る 就是返回到最开始 那就是还原的意思 那句位这边呢 有一个から から 我们最常见的意思 就是我们之前 影片当中 有介绍过的 表示理由 原因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 新的用法 它表示 放在句尾呢 表示 警告 安慰 和强烈的决心 在口语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见到 比如 あいつ 絶対許さないんだから 我绝对不会 原谅那个家伙 那这里呢 表示一种 强烈的决心 对不对 那下一句 泣かないで 泣かないで いい子だから 别哭了 别哭了 好孩子 那这里呢 又是一种 安慰 那ドラえもん 这里讲 ちゃんと元に戻るから 可以完美还原的 那这里呢 也表示一种安慰 そんな どうしてくれるんだよ バッグの中身は 大丈夫 ちゃんと元に戻るから 水を ちょぴっとかけるだけで これは素晴らしい ぜひ明日 かしてくれないか もちろん よかったね 水をちょぴっとかけるだけで 只要撒上 一点点水就行了 ちょぴっと 就表示 程度很轻的 很少的意思 一点点 水をかける 就是散水的意思 什么什么だけで 就表示 仅仅怎么怎么样 只要什么什么 ぜひ明日 かしてくれないか 明天一定要借给我呀 ぜひ 就表示 务必一定的意思 かしてくれないか かす 是借给别人 对不对 借出的意思 什么什么て くれないか 这个用法呢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也有介绍过 就是能帮我做 什么什么吗 表示对别人的 一个亲密的请求 かしてくれないか 呢 借给我们 解説は以上です 结束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呢 请帮忙订阅 关注点赞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